决定决金上线的人从来都是贾马尔·穆雷 纵使约记其神兵天将三投六臂 但一支争冠的球队 总得有一个够格的二档架 你很难想象在这一场拥有合计六次MVP的比赛里 穆雷在最后一节成为了最有气质的人 距离20年圆区穆雷已经过去了三年 那年首轮G4 G6两场50分 整轮31.6分 四轮抢740分 人们记住了他和米切尔的对标场面 但在疯狂的季后赛之旅之后 他在下一个赛季的季后赛前十字人在撕裂赛季报销 并缺席了之后的一整个赛季 没有他的决机很难走远 尤其是这两年季后赛对太阳对勇士的后卫线 实实在在被痛点 术后两个月的穆雷就试图恢复训练 但根本无法发力 他要面对肌肉萎缩这样的问题 别无他法 循序渐进 付出之后他一度也找不到状态 但这样的经历才对磨练人的意志和心态 我以前特别喜欢贾马尔木雷的一个招牌庆祝动作 拉弓射箭 但他受伤回来之后就没再用过了 可能太张扬了吧 现在心态变了 到了今年季后赛 也让世人看到了他的才华 半决赛G1第四节 他投中了杀死比赛的三分后 怒吼 我等的就是现在 你以为他只是想回到园区时候的自己吗 不是的 他只是想变成更强的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